中方不再安排中日外长在金边会晤 因为日本伙同G7国家和欧盟发表 无理指责中国的共同声明 颠倒黑白替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张目 中国人民极为不满 为此中方不再安排中日外长在金边会晤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 没有任何资格就涉台问题 说三道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